若是对于一些喜欢并且了解SUV的朋友们来说 列宝这一国产品牌 相信还是有那么些朋友是知道的 这是一家隶属于长峰集团的车企 有着军工背景 或许正是因为这一原因吧 他们之前生产的汽车 无疑不是像黑金刚Q6这样的硬汉车型 不过也是正因为有着军工背景 所以他们的汽车制造工艺还是挺受人追捧的 如今猎豹决定改变他们一贯的做法 要用一款光鲜亮丽的车型 小编今日要说的是这一款车型 就是时尚潮库的猎豹CS9 因为他们将目标描向了年轻的消费者 因此这外形就格外的引人注目 整体车型线条流畅 车前采用的是堕落装饰 并以此作为点金之笔 视觉效果极为突出 让人无法不一眼就爱上它 不仅如此 车子的侧面还采用了 十下最受年轻消费者青睐的悬浮车顶 除了外形设计 极受年轻人喜爱之外 它的内饰设计也是一大亮点 采用的是比较特别的六座布局 要知道如今的SUV 可基本都是四座的 再者猎豹CS9的四到六排的座位 可支持拆分 放到椅背 这样一来 这样的后座完全可以称之为床了嘛 最后猎豹CS9的1.5T沃轮增压发动机 基本可以与哈佛M6相媲美 同时 它的发动机铸铁材料的钢体 耐腐蚀性和强度更高了 这样一来 维修就显得更加简单了 这样的一款车 在年轻人当中极受欢迎 不仅是因为它的价格秒杀 同级其他品牌的车 更是它真正的做到了让年轻人喜爱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